加州一名女子乌莫多刚从Craiglist网站上找到一则免费沙发广告,并且把沙发给搬回家, 且之后与孩子发现其中一个坐垫中竟然藏着许多信封,里面装有超过3.6万美元现金。 乌莫多回忆,她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赶快告诉原主,因为他们亲人刚去世,可能会需要这笔钱。 且上帝对她和三个孩子都很好,她已经很满意目前的生活。 而收到这笔钱的原主人,为了感谢乌莫多的意举,还回送了她2200美元,帮助买到一台乌莫多一直想要的新冰箱。 东西新闻团队,洛杉矶报导。